王定宇委员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么大家都在问 说怎么这么大的一件事 这公众人物 特别拿人民血脂 血膏的这一些名义代表 诶 竟然绿营媒体没有报道 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 彭景彭就认为了 说这代表政党的黑手 伸进了媒体 他还说过去多次表示 NCC这个媒体不应该干涉 被干涉被伸入黑手的NCC 这一次对点点不出声 明显的就是双标 同居风暴爆了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被周刊拍到 和同党发言人严若芳 同住一个屋檐下 男女主角用分租当借口想洗白 但立委婚外情怡云 可没这么容易就糊弄过去 讨论度持续冲高 只是绿色媒体刻意不报道 或是仅用非常小篇幅 不痛不仰视的报道 让学者看不下去 有人假设关注这事情 是说你不能逃避 因为你是公共人物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公共人物并不是过去的贵族 贵族的贵族 不能碰 是正好是相反的 因为你现在我们讲实用明脂明膏 你必须不得逃避任何检验 怎么有四家一台 有四台是完全不报 或者一报以后突然撤掉 其实媒体测新闻是很少很少见 这不是服缘爱的一大堆 对 这不是两个完全相同的事情吗 都是公共人物 都是公共人物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人民来讲 尤其对拿明子明膏这件事情来讲 你王定宇 对人民的公众性 是远胜于服缘爱 绿媒是视而不见 还是背后有蹊跷 媒体集体盖台单一重大事件 明明牵涉立委私德问题 该检视的时候 绿媒却到了晋升地步 NCC难道不管吗 想当年民进党就主张说 政党要退出媒体 但是王定宇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私德的问题 跟政党政绩也没有什么关系 居然媒体会晋升 而且是一致性的 对这个媒体完全不加以报道 我觉得这真的是 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这么久以后 这相当堕落的一个情况 这基本上绝对不是王定宇太厉害了 那这一定是什么呢 民进党嘛 因为民进党完全控制 才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这完全是政党的黑手 渗入媒体的一个情况 NCC去年关中天新闻台 列出的四大罪状之一 就有新闻直播遭受不当干预 如今王定宇事件 被质疑绿营党政人士 靠派系掌控媒体 NCC却默不作声 NCC作为国家的机器 其实它对于媒体的一些公正的报道 或是正确的报道 它当然会有那种主导的力量 换句话说 它可以透过各种管道 来呼吁民众 重视我们的电视媒体的 播报的品质 民众对于单一的新闻事件 其实他绝对可以做检举 以及呼吁我们的政府机关 以及一般的民众都能够知道说 有什么样在媒体运作上的不妥的这种情况 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就要持续要累积 然后要制度性 媒体有角度的问题在报 其实某个部分是可接受的 比方说你站在房东的角度 在看这件事情 还是站在房客的角度 在看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比方说八千块是贵还是便宜 是都可以讨论的 对 可是不能够当作 他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就变得有点可怕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卷入婚外情事件 绿媒也很怕 NCC不坑一声装瞎还是装傻 难怪网友还是那句老话 讽刺NCC 造就张细细